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來玩我們的天地劫 好這個是陸府的臨時停機維護 優化了一些東西啦 還有修復一些問題 OK來吧 待會先看一下陸府微博資訊 再看一下台服臉書的資訊 好我們先登錄一下 今天是10月30號禮拜六 陸府的話就只有介紹這個刺戀 介紹刺戀 放了一張這個作譜 刺戀的身份是那個玄冥教護法 但是他是上一任的幽機 這一任的幽機是那個 一 陸招一 然後他後來因為幽機每60年就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嘛 這是他的宿命 換取新一代幽機的誕生 但是他不要嘛 不要的話他就 他就反抗啊 他想要獲得自由 然後最後就跟宣命教的人 什麼九陰啊 白手啊 這些人一起逃離了化荒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這個 刺戀的人設 那 台服的臉書的貨 圖片一樣是那個軒炎劍 那個天之痕 所以應該是先軒炎劍天之痕 就不是先那個仙劍 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不太可能出錯啊 這個不太可能出錯 放錯圖片太扯了 我這邊連動已經寫了 天之痕 天之痕 這兩隻先拿也沒差 因為那個余小雪跟宇文拓都還蠻有用的 這個宇文拓那個 打Boss關卡都幹嘛 他那個 增炎地形真的蠻好用的 蠻騷的 我覺得蠻好用的啦 有比那個夏侯儀還好用 只是說他單體比較弱 因為他都是AO 比較偏AOE 所以大概是這樣吧 這邊就賣一個禮包啦 IOS用戶 那我們就回來遊戲看一下吧 先來看一下那個神兵系統 然後再來玩一下那個 現實活動 好來看一下那個神兵系統 神兵系統是這樣 就是 我們先看這個資訊 因為這個資訊原本是圖片 文字說明嘛 所以比較抽象 那因為我已經有75位階了 我的脆火那個潮信已經75位階了 可以開啟了 他會先開啟那個任務 這邊會有任務 點選之後會有 任務1 任務2 任務3 任務4這樣子 當你完成任務4之後這邊可以得到配方 有這個配方之後就可以到那個網頂 去製作 消耗這個石水跟畫像石 還有銅錢 就把我們的武器升潔啦 升潔之後可以提升那個基礎屬性 但是沒有技能效果 這邊 那有了技能效果之後 技能效果需要那個 神兵任務5 但目前只有那個 陰劍屏 風寒月 白碗 還有那個主角三人 就總共6個角色而已 所以我那個潮信是沒有的 所以這邊對我來說就比較抽象一點 也不能說抽象 就是還沒還沒開嘛 這些都還沒開啊 我應該都還沒開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潮信目前的狀況吧 好 冰刃這邊你70階之後這邊有開啟這個神兵嘛 剛剛有看到那個圖文介紹嘛 然後這邊點擊 還有任務1 任務1就是你冰刃要4階 英靈4 4星這個沒問題 因為基本上你都已經 冰刃70階怎麼可能沒有4星對不對 然後這個要跟那個鄰居對話 應該是念G吧 我不知道一個數再一個句子的句 怎麼念啦 不然我來查一下 不然人家念錯 好 查了一下Google說是取 0取 但是這個是簡體字 好 那我現在是要完成三個字嘛 畫像石 要英靈參與嘛 那我今天有去跑一下 剛剛跑了一下 應該是完成了啦 來看一下 好 應該是這個 好 理論上應該完成了 特地 特地跑來 跑來 跑來 跑來解的 來看一下 前往獲得 欸 怎麼沒有 神兵畫像石 欸 這個啦 哎呀 是這個啦 不是這個神石啦 哎呀 我沒注意說 而且要兩位 哇 我要兩位 我要兩位 我現在只有一位而已啊 那沒辦法 喔 好吧 就是說 有時候那個敘述的部分 你就搞不清楚 你要實際操作過一次 那我們這邊多了一個神兵嘛 我以前沒有這個神兵啊 我以前是這樣而已嘛 就神死還有零死 好 所以這邊也可以拿到這個 哇 好啊 那就變成說 我現在要弄陰箭品吧 因為陰箭品也是那個 他也是 火屬性的 這個 這個要很多 要好一陣子喔 才可以升到70階 好吧 先這樣吧 先這樣吧 反正 慢慢來 慢慢來 那我那個 我的那個靈脈光源 可能要去刷一下 可能要打通一下 好 靈脈光源 我只有 打炎之靈脈6-5過了 然後其他都沒打 好 那我最近 抽空打一下 可是這個你每天刷 他一直給1格啊 有時候給0格啊 那你要弄到70階的話 真的要好幾天啊 真的要好久啊 你看我那個曹沁 最近才弄到70而已 這個我每天都有掃蕩 3個嘛 好 我稍微給大家看 哇 你看沒給 好 給1個 好 給1個 就他還是要消耗體力 然後 最好有高耳的時候我一定會給啦 那沒有高耳的話就看運氣 那用這個沒辦法啊 沒辦法說一直讓你打 你要手動點 就比較麻煩 我就懶得點 我就沒掃上次數就不管了 體力的話 烤魚也快用完了 好吧 所以我現在神兵就暫時 神兵系統 神兵化 增 吼 那個就暫時卡住 以後再 以後 弄好之後再來弄啊 反正第四階弄完之後就是往頂這邊可以 提升他的位階嘛 大概是煉花這邊嘛 這邊可能會跑出來 你會有那個配方啊 這邊就會多一個配方 然後就可以提升 然後你可能要消化這個死水啊 大概是這樣啦 那第五階的話就會有一個特殊的效果 像硬劍品的話是 不怕被禁療嘛 因為硬劍品 硬劍品要回血啊 他效果是不怕被 被禁療這樣 然後玉石良是在動吧 好像技能 不是在動 技能可以重置 有機會重置這樣 反正那個之前我有介紹過啦 那六個角色他們的技能嘛 好 那我們來玩一下那個 飛鳥魂渡 呃 今天的飛鳥魂渡基本上已經沒有難度了 已經沒有難度了 就跟那個 畫野迷城一樣 前面兩關 的挑戰你可能要用 他給我們的角色 好 那這個飛鳥魂渡2就稍微難一點 昨天上一集有分享嘛 過不了了 你參考一下 那今天這個劇情比較豐富一點 飛鳥魂渡3的劇情 就是講述那個刺戀離開 幽都 那一段 我覺得劇情還蠻豐富的啦 他本來離不開嘛 然後 然後失敗了 然後死掉了 他死掉了 好 然後那個 趙佑就出來救了他 這一段 劇情還不錯看 到時候你們可以玩一玩 然後認真看 我剛才有稍微看一下 那 這邊是屬位階對不對 用我們的角色 所以因為他要考慮到有新陸坑的玩家 就跟那個換來名城一樣 換來名城一開始也是 前面都還算好過 可是那時候我們很菜嘛 後面60位階 武術位階 你可能就卡住了 因為剛開服嘛 誰能60位階 武術位階啊 就只有克進的玩家嘛 所以今天這個很簡單 因為我用自己的角色 氣味有通關 然後 這個 猶不擠跟施不足 復活總次數不可以超過2次 我方無人陣亡 好 玩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簡單 這個成就 沒有難度啦 好 那邊三顆小兵 然後這兩隻是那個 猶不擠跟這個 勢不足 好 他們的效果就是你打其中一隻的話 他不會死掉 他只會暈眩 然後另外一隻好像會狂暴 好 這沒有講 總之就是要同一回合把他們兩個幹掉啦 不然他只會暈眩 然後另外一隻會狂暴 然後另外一隻如果 你在沒有一回合之內把他幹掉的話 你先殺另外一隻的話 另外一隻會復活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60階耶 拜託 對不對 60階隨便打都過啊 你看我閉著眼睛打 這個我喜歡用木龍玄機啦 因為木龍玄機 他可以打 多打一個嘛 真的很好用啊 好 沒有難度 這個成就 輕鬆拿 除非你是剛入坑的玩家 就 台服然後 出了幾個月 然後你剛入坑 你的第一個副本是這個這個這個副本 你才有可能過不了 不然理論上不會過不了啦 就很簡單啦 其實我們不用放技能也沒差啊 因為他們兩個等一下就被我們那個冰璃給秒掉了 冰璃可以再動啊 一條二 好 然後AOE我們 扣我們物理防禦吧 然後他會護衛 好 冰璃直接上 然後跟他說再見 他會護衛嗎 好 剩一滴血然後就暈倒 他暈了 然後這一隻 他應該還沒有狂暴吧 他應該在下一回合才會狂暴吧 是不是 反正不管啦 直接殺了 啊 竟然沒暴擊 好 證實他 好 證實他也可以 好 這樣那個三星成就就拿到了 沒有很難 時間上還好啊 13分鐘而已 我看我會不會打一些那個 你賣光源啊 就這樣 已經拿到這邊 八個成就 成就 看一下喔 林麥光源我要不要打一下 好 不然來打一些那個紅綠 雷 雷屬性的好了 來試試看雷屬性的 然後我就調整一下我的隊伍 調整一下我的隊伍 直接來 我去調整一下我的隊伍 OK來吧 我已經調整好了 那這個65位階 可以上6隻 60是上5隻嘛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上6隻啊 那我就試試看 先帶5隻 岩屬性的 然後1隻是魚小雪 然後宇文托跟魚小雪 這是那個連動可以用嘛 可以抽 好 那這隻剛破鬼他有一招 無視護衛 這邊 獵殺 所以他有可能會 我們那個誰啊 可能脆皮的會被秒掉 有可能啊 要注意一下 哇嗚 這個是 弓箭手 弓箭手射不射到我啊 射不到 我們不要衝 我們不要衝 我們龜一點 我們當個小烏龜 他好像會那個靈異衝擊啦 靈異衝擊的話 小雪可能會被衝死 可能啦 我不知道 紅綠藍嗎 我們小雪被剋 所以我們小雪不能太靠近那個 部隊 有點痛耶 沒關係 小雪有在 無敵 哇 這招被傳走了 沒辦法啊 他們會傳我 太強啦 太強啦 哇 天啊 天啊 小雪死掉 哇 小雪 小雪死掉了 呵呵呵呵 好 我們小雪繼續了 真可憐啊 我們當然是直接去單挑BOSS啊 追信 追信 他等一下一定會 好 這個就是靜滅 然後有個真炎地形 小雪死掉就死掉了 沒關係 他變成那個女蛙死了 哈哈 好可愛喔 小雪 他可能會炸我們露燒翼 把我們小雪給炸爆吧 哇 還給人那個隱身喔 這麼厲害 你看小雪死掉之後還給補血 砰嘎 哇 好痛啊 好 宇文拓 剛剛那個露燒翼沒有把他幹掉嗎 你如果要無傷 都不要死的話啊 可能就是要很小心啊 但我覺得無所謂啊 好玩就好 死掉就算了 不用回旗 再給我跑啊 沒關係 這時候你們就看到小雪厲害了 直接補下去 無限補有沒有 你看 我這又是一條好漢了 所以我說那個宇文拓喔 就是他很脆皮 好用是好用就是你必須要在那個 鐵位周圍啊 不然就會被破嘛 欸 小雪復活了 哇 小雪復活了耶 超棒的 你們看這個宇小雪多好用啊 貝克都沒關係 貝克都沒關係 這邊我曹沁去砍他的話很危險 因為我可能下一個也會死 但死了就死了 無所謂了 我們趕時間 趕時間 好 掰掰 不要讓他跑 剩兩萬喔 好 沒事沒事 好 沒事沒事 繼續燒他 不然放這招也可以啦 這招有一個粉炎空間嘛 粉炎什麼效果的 體育空間 好 過了 因為他的那個我們可以上6之寸難度就降很低 我覺得啦 你就算都不要死掉的話也可以通關 就是你要走位 要注意一下 然後 不要像我這麼衝啊 我就直接衝了啦 管他3721 不然其實我曹沁剛剛可以不用出刀 就讓他打我就好了 反正他打不死我 小雪馬上就補回來了 好 過了 過了 就沒有難度 就沒有難度 只是說你要調整你那些角色 飾品要重弄 然後魂石要重弄 比較麻煩 比較花時間 這邊還有冰的嘛 光的暗的 我 這兩天把他打一打吧 因為這個難度還好 好 宇文拓好用歸好用 但是他就是脆皮 他缺點 你們看我這個曹沁5500嘛 英劍品4300 霧招4000 宇文拓4000 夏侯儀他有保命劑啊 他可以這個 他有這個可以補血 回血100%嘛 所以夏侯儀也不錯嘛 有保命劑 但是我覺得 宇文拓在 戰陣對決的時候 就是打BOSS或幹嘛的時候 這個 地龍 陰火跟這個 軒炎天法很好用 因為都有那個真炎地形 這有真炎地形嗎 就很好用 然後這邊好像也有 因為你這個配合這個 扶小昆仑的話這邊有 使用絕學號會有真炎 真炎的話就可以一直燒 但是剛剛那個BOSS他會一直跑啊 所以宇文拓其實是不好用的 跟他打的話是不好用 所以說你 也可以上韓千秀啦 搞不好上豬環也OK 因為豬環可以輔助嘛 這個 血刃之刃 3回合 但是你要練就對了啦 你要練 每一天上去也是被秒掉而已 好 目前炎屬性我的狀況是這樣 好像沒有 火屬性的奶媽是木龍針還有刺圖鷹 這兩隻應該 只有早期新手在用而已 後來我都沒用了 你好 後來都沒用了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